It's ok 妹妹! Don't worry, it's fine!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点一下订阅哦! 早上好 现在的时间是4点47分 我们刚睡醒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调解我们的生理时钟 我们每天都11点多就去准备睡觉了 到最后,我们真正睡觉的时间 依然是早上67点 其实我本身从很小开始就是夜猫子 几乎这辈子从来没有早过半夜3点睡觉的 我就跟他有点不一样 我呢,从小到大都是早睡早洗的 直到学校毁了我 我们其实之前有试过很多极端的手法 就是要调回生理时钟 但是,依然没有成功 所以这次,我们就要采用更极端的方法 来克服这个棘手的问题 是疯了吧 我们要挑战72个小时不睡觉 诶,等一下 72个小时不是4点才睡吗 我们要挑战48个小时不睡觉 48小时也是4点 挑战72个小时不睡觉 加减5个小时动作成功 忙碌的这一天,由妹妹做的爱心早餐开始 之前那个煮饭的视频很多人都说想要看妹妹煮饭 问题是妹妹本身就会煮饭 那她煮饭就没有看头来啊 啊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因为妹妹煮的还算OK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 比你好好不好 实不相瞒,自从上一次炒菜的那个视频之后 我就迷恋上了煮饭 现在的我就是天天给我家人啊炒菜这些 实不相瞒,自从上一次炒菜的那个视频之后 你不是说你每天都炒菜了呗 OK吃饭了 我们的食物是超好吃的炸 Mushroom 我弄呢 你不要看他们外向不太好 其实他真的吃起来很好吃 重点是因为是我弄的,所以那么好吃 差不多7点半了 现在我们要拍个开箱视频 所以我们要整一下桌子 我已经捆了耶 我已经捆了耶 给大家看一下拍摄完之后的餐局 Tiffany啊, Tiffany Oh yes This feels right 所以我们就是休息一下 再起来 吃饭 吃饭,对 没了 不,来,不,OK 我从来不下降了 我从来不下降了,我从来不下降了 半夜5点23分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工作 这只片 后面这位还是很精神 大家现在知道 他的bodyclock真的是坏到几点 连我都有点烈 wake up wake up it's time to rise and wake up 我怕他睡着 OK 所以现在吃完早餐了 我们现在就要重新开始我们的一天 已经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一天 不懂我们可以不可以剪片 因为剪片的时候需要我们 我们刚刚去卸妆洗了个澡 感觉洗了澡之后就要神清气少了 但是为了不想要看起来像鬼样我们涂了点口红 然后现在就要来敷面膜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真的有超多面膜 这边只是百分之十 然后今天我们要附的面膜就是我们最近超爱的 这款我的美丽日记美容栏超能补水面膜 全珍珠超能修护面膜 然后你们看到它的包装 太漂亮了吧 很像水晶一样 相信大家应该对我的美丽日记不陌生 从2004年穿搬到现在16年了 依然是全台湾最红的顶级面膜平台 然后当然它也融获了各种奖项 这两款呢是他们最近在新加坡刚推出的 然后这款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分叫做 蜜若兰 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我的眼镜啊 哦 蜜若兰是一个超强的富国植物 原本甘酷10年的蜜若兰 只要碰到阴阴滴水就可以再火过来 它能大大的提升皮肤的保水力 然后这个成分也是在很多大牌的保养品里面主推的 现在你竟然可以在这款面膜里面找到 而且价格还非常友善 特别是在多次使用后 皮肤内和外面渗透的保湿 使皮肤变得水嫩恢复弹性 OK这个眼镜真的是太丑了 这个系列也包含了一种不特的 WOW 哇哦 多重乳化技术 基本上就是你的皮肤表层先补水 激怀油渗透渗成肌肤 将高效保湿的精华水 直送肌肤底层来彻底解决皮肤缺水的问题 OK然后呢我们就不说这么多话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还算不说那么多话 嗯哇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敷完面膜之后 我的保水程度大大的提升了 跟早上皮起来增加了超过20% WOW 61.4 因为这个面膜会慢慢的释放那个保水成分 它可以维持特别久 然后它们的修护面膜 主打修护防御 最适合皮肤损坏或者暗沉的人 现在要做什么呢 谁叫 我想 所以呢 我刚刚跑下来拿冰淇淋的 我让你们看我找到什么 是你的啊 什么呢 什么呢 你找到我的电脑 什么呢 哈哈哈哈 你用我的电脑 你用我的电脑 你用电脑 哎呀 我用电脑 我用电脑 你還在嗎? 你還在嗎? 你還沒拿到我的袋子 太多次了 這不是忘記了 這是一個服務証 所以現在 所以現在就是 我們暫時可能 做不了什麼工作 就是要做一些 比較不用腦的東西不然的話 天啊 我已經拿佛科興 你完成了嗎? ok 所以現在我要弄一杯咖啡 已經是我今天的第四杯了 oh shit I forgot to film 要喝咖啡? 好 噢噗噗噗 怕 有咖啡咖啡 I got you falling I got you falling I'm trying to save you I'm not sleeping I'm not applying Oh my god Oh my god ok wait wait Don't worry it's fine step out first carefully It's okay it's okay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先清理一下地板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這個道理我們都聽過 不過我更認為 休息 這應該是一個 常態 這個社會 把太多重心放在 用努力去換取成功 用健康去換取財富 最後 擁有財富 就好為健康 但是那些流失的時光 用多少財富 都換不回 我們單純地以為 挑戰72個小時不睡覺 就可以讓身體回歸正常 但是我們沒有發現 這個過程 反而加重了身體的負擔 要努力其實並不難 要真正做到55個都愛休息 才是最難的 當你碰到一個凡人的狀況 你可以給休息優先權嗎? 當你面對堆積如下的客戶 你可以休息時去完成它嗎? 我們 暫時還做不到 所以休息 應該是我們這輩子最大的課題 可能會耗盡我們一輩子去學習 但是我們知道 它是一個過程 不是一個終點 所以昨天 我們睡著了 不過說實在的 昨天的確開始變得有點危險了 主要昨天你們也看到有個白痴 因為打破一個杯 而爆哭 哇 在我抗爭 你很害怕 前一秒我們提議它 後一秒它就爆哭 雖然說我們挑戰 算是失敗了 不過 這個體驗讓我們發現 不睡覺真的是非常傷神的一件事情 不只是我們的精神狀態 我覺得就連我們的臉都開始變樣了 從一開始的正常 到很困 到後面就好像喝醉的那種樣子 然後最後我情緒不穩定 不過還好我們有用我們的美皮日記 他們家的面膜真的是非常好用 我覺得它特別之處就是它可以讓你的皮膚保濕一整天 它也是不添加防腐劑、酒精、礦物油、色素、螢光劑等成分的 然後它也特別適合我們這種夜毛質 就是皮膚比較累的那種 想要購買它的話可以直接到Guardian或者Watson's 一盒才十六塊九毛 以它裡面的貴婦成分來說 我覺得性價比還是非常高的 然後看到這裡的迷女們 我們有一個小驚喜 我們要送出五湯面膜 你只需要 點贊、訂閱、轉發 關注MyBeautyDiary的IG帳號 在評論下面告訴我們 不說你想要贏得我的美麗日記超能面膜 還有留下你的IG帳號 方便我們聯絡你們喔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回去睡覺啦 喜歡今天的視頻的話記得點個讚 轉發給你朋友看 還有訂閱我們 把小鈴鐺打開時我們發視頻的時候 你就會低時間收到通知 還有關注我們的Instagram 訂閱我們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 掰掰 果然睡飽了 精神很多欸 什麼72個小時不睡覺神經病